真的是很累很辛苦的 你也知道辛苦 我在外面我把朋友客户 请到外面酒店里面去吃饭 你又不放心 你一个电话一个电话都再打过来 然后搞得我在朋友面前一点面子都没有 那至少朋友请回去 你要给人家介绍一下呀 你是不是就觉得我现在长胖了呀 形象不好给你丢人的吗 他有一个朋友 我在厨房里面正在做饭嘛 他看我一个人在忙 他竟然跑过来问我 是不是他们家保姆 你说当时作为一个老婆的话 被朋友许笑成保姆 你觉得我心情很好吗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只有跟他说你开玩笑吧 我长得像保姆吗 就是开个玩笑而已 而且我请别人在家里面来吃饭 之前也跟别人打了招呼的 我跟他们讲 我说家里面就我老婆一个人在家 然后老婆做菜都蛮好吃的 到家里面去吃吃家常菜 感觉也蛮好的 我特好奇就是他们客户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你上桌吗 我经常在厨房里面忙啊 而且人又多一桌子都坐不下嘛 我哪有机会去出去了 我一般都是在厨房 那他有叫过你说老婆过来跟大家喝杯酒吗 他从来都不会的 为什么不呢 我觉得他在家里面也不化化妆啊 然后自己平时在家里面要么就玩手机 要么就看一些泡沫剧 要么就在家里面睡懒觉 就不失进取的那种 肚子饿了呢 自己也不在家里面做做饭 总是在外面买些什么垃圾食品 什么方便面啊 什么饼干之类的 然后长得这么胖 他总是挑剔我这挑剔我辣的嘛 你确实是嫌弃他胖了吗 我就是说 因为他现在也怀了宝宝嘛 胖了对孩子这个身体也不好嘛 对自己身体健康也不好嘛 我就是提醒他一下 可以在外面去锻炼一下呀 或者说公园里面去走一走呀 心情也好一点嘛 然后这个也注意一下形象问题嘛 除了这个之外 他还有什么地方嫌弃你吗 我觉得他 经常在他朋友面前就是很侵蚀我 你说人家说我是保姆是开玩笑的 但是他有的朋友 真的是把我当保姆指使呀 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 就是住在楼上面 经常跟他一起去打货呀 或者一起出山 就关系比较好 只要我在做饭 只要他在家里 他就给那个女儿子打电话 让人家下来吃饭 有一次他又把那个女儿子叫下来了 我还在厨房里面忙 还在准备菜 他们两个在客厅里面玩手机呀 聊天呢 就让他们在外面等了二十多分钟 那女儿子就蛮不赖烦的 跑到厨房里面说 你搞快一点的 大家家伙都还有事了 当时我就特别生气呀 他还帮着他朋友说话 说我甩脸色给别人看 在外人面前我不说你说说别人了 而且别人也是我们生意上的一些合作伙伴 要是把合作伙伴得罪了 我们以后的生意怎么做呀 你就觉得你就是一天到晚 在家里面学着没事 然后就是小题大做的 就有时候他在家里面嘛 朋友来了他也不去招呼一下 就像上次一样的 我请个朋友到家里面去喝茶 谈点事情 他本来是坐在那个客厅里面的嘛 看到别人进来以后 然后招呼也不打 起身就跑到房间里面去 把那个门摔得碰了一声 你当时有风吗 你怪我吗 搞得我那个朋友还觉得 不欢迎他 我就觉得他老是跟我的朋友 这种关系出不好的那种感觉 你们一谈谈两三个小时 生意上的事我又听不懂 我坐在那里又很尴尬 我在房间里面就看个电视嘛 他又不耐烦了 当时是谁说结婚之后 可以不工作的 我跟他讲的 我就说因为这边生意 结婚以后我们那个店子 生意也开始慢慢地稳定了嘛 然后我就说你回家去吧 我可以一个人承担 你就好好的把家里 家务操持好就行了 那在此之前他做什么呢 他也是在服装场里面 做那个设计工作 我觉得专业是设计 我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还是蛮感动的 因为我当初创业的时候 也是一无所有嘛 然后跟他认识的时候 他也把自己的工作 那种专业也放弃掉了 然后跟着我一起去打拼 也经历了很多些风风雨雨 而且的话 家里面也反对我们这个关系嘛 也反对 他父母 父母啊 就嫌我一无所有嘛 又是个外地人 就觉得好像他女儿跟着我 很难有幸福一样的那种感觉 但是他还是顶着这股压力 跟我在一起 所以我还是觉得这种感觉 非常难得 蛮感动的嘛 那你现在这个 但是他所有的都变了呀 我在家里面看个电视 他都要又要唠叨我 我也不是说唠叨你啊 我就是说你可以看看书啊 比如说你现在怀孕了 在家里面可以看一看一些 关于小儿教育的 有意义的这种节目 也蛮好的 总比你在家里面 睡了人家玩手机游戏好吧 那就我不感兴趣啊 你看谁在家里面 不是怎么轻松 怎么自在怎么做呗 你们结婚这两年来 女生就一直在家里 过着这样的日子是吧 因为之前嘛 之前他工作稳定了以后 都没让我上班的 我知道 但是最近我们争吵太多了 我就自己出去 找了一份销售工作 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你现在自己做事情了 对 他在外面找工作 我也不是很赞同 因为家里面也不缺这个钱 如果说他在家里面 确实学得慌的话 也可以到我公司里面 去帮帮忙啊 照顾照顾一下生意啊 也蛮好的嘛 你跟他聊过这个 我跟他聊过 但是他就是不听 那他公司里面的财务什么 都有人 风光都很明细啊 我插不进去啊 我就觉得自己在外面 做的事 自己喜欢就行了